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五月二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内政治相关情况 据当地媒体《保鸡日报》报道 五月二十二日纪念两当兵变 九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奉献召开 据公开报道 省委书记刘国中出席讲话 省长赵一德主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两当兵变领导人亲属代表习远平 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王全春也都会进行讲话 根据公开报道 刘国中在讲话中说 九十年前习仲勋等同志发动两当兵变 有力侧应配合了赏干游击队的革命斗争 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 又为党培养锻炼骨干分子 因此为赏干地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谈及为什么要纪念两当兵变事 刘国中则表示 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来闪考察重要讲话 还有党中央决策部署 要在追议历史中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对党绝对忠诚 公开媒体强调 习远平传达了其心的问候 又说习远平深情回顾了习仲勋领导两当兵变的感人细节 在会上习远平说 两当兵变是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 声威震动赏干 又说现在要站在陕西奉献这一片热土上 重温这段青春热血岁月 就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更大贡献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拜登亚洲之行的有关情况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在五月二十三日 在日本与首相岸田文雄举行联合记者会 当时有记者问及 美国是否有意愿动用武力保卫台湾 拜登总统答道 是的 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 我们认同一个中国政策签署与之相关的协议 台湾被武力入侵一事 本身就不恰当 拜登同时表示 他不预期这种情况会发生或者是试图实现 值得关注的是 这一番言论似乎与美国现在对台模糊 战略有所偏离 白宫发言人对拜登言论进行澄清表示 如总统所说 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 他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以及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 也重申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做出的承诺 为台湾军队提供自我防卫 值得关注的是 拜登总统在二零二一年十月时 也曾经做出有关于保卫台湾的言论 当时白宫发言人同时澄清说 拜登总统并未宣布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目前拜登总统是否失言 还是亦有所致 外界评价不一 美国政府长期来官方政策认同一个中国 在是否均援台湾的问题上 则采取较为模糊的态度 这一策略被称为战略模糊 另外拜登总统今天同时宣布 正考虑削减针对中国商品所加征的关税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消息 拜登总统表示 这一些关税是前任政府所加征的 而现任政府并没有采取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 他同时呼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派克提供石油产量 以缓解现在国际范围内的能源供给以及通货膨胀问题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疫情有关的情况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表示 疫情防控处于向常态化转换的关键阶段 要深入贯彻落时 习近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坚持动态精灵总方针不动摇 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在二十二日发布消息 说李强在二十一日主持了疫情防控专家座谈 而他在会上重申了上述表示 李强还表示 面对现在的病毒要提高监测预警能力 针对老年人等群体提升救治水平 同时要提高应急储备能力 定点方舱医院隔离用房以及急救资源 必须要备足备齐 同时对于重点场所要补短板 同时提高科技支撑能力 加快研发 也要提高社会心理建设能力 在同场会议上 上海市长公正则表示 上海即将恢复全面正常生产秩序 企业经营必须尽快复工 这是标志也是实际需求 希望人民在经营方面尽快恢复 同时保障安全生产 保障几个防控机制有效进行 现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地频繁进行核酸检测 但是迟迟没有达到目标全面清零 核酸检测的效果引起很大关注 在今天上海著名抗疫专家张文宏更表示 中国要扩大核酸检测 降低病毒传播速度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需要反复检测 在五月二十二日 张文宏在一个学术会议上 发表题为新冠肺炎全球流行背景下 我国防控策略实施演讲报告 他表示奥米克戎病毒一个人可以传九点五人 传播速度在已有的传染病中超过了水痘 而现在上海仍在流行的BA2.2病疫变毒株传人数已经超过六十万 他表示上海六十岁以上的人群中已经接种加强针的不到百分之三十八 而死亡病例的疫苗接种率只有百分之四点九七 现在脆弱人群是最大挑战 而在谈及未来中国应该用怎样的防控模式时 张文宏则说 其一是扩大检测 加大核酸检测力度 可压下病毒传播的速度 但是民众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复检测核酸 这对生活会造成一定影响 他解释说 抗原检测敏感性不及核酸 如果要用于动态清零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其敏感性 张文宏特别表示 这一次上海疫情结束之后 全国疫情可控之后 对于老龄化 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群 疫苗强化接种必然会提升日程 他表示香港的研究显示 即使是灭活疫苗 只要打三枕 对于重症病人还有很强的保护作用 同时 中国仍然需采取一定程度的非药物预防方法 比如戴口罩核酸等来降低疫情传播 他同时表示 现在目前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早期开始抗病毒治疗 全球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逐步增加 重症比例进一步降低 现在抗疫的主要挑战是脆弱人群 而多轮核酸能否控制疫情 成为中国抗疫的重要讨论议题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东燕以及中国病毒专家常荣山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则说 如果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 居民下楼排队存在更大感染风险 即使已经戴了医用口罩 也要保持两米隔离 即使是在事外环境 仍有可能造成感染 有的专家表示 现在北京采取的核酸检测是十混一 这是精度较低的策略 可能会漏减阳性患者 如果有人不配合或不愿意进行核酸检测 再加上采样人员操作规范无法保障 又有传出核酸检测实验室数据造假 可能会使得社会面清零不干净 而即使北京进行半分控状态已有多日 石井山区又宣布近企全区居家办公 截至目前北京已经有六个区要求必须居家办公 属于首都核心功能区的成六区中 只有中南海所在的西城以及东城还没有强制居家办公 根据来自北京商报的整理报道 石井山区要求区域内企业单位居家办公 必要到港人员必须实施点对点管理 目前暂定的日期是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 除了保障生活基本需求的餐饮和医疗机构正常营业外 其他也均暂停营业 目前要求居家办公的六个区包含朝阳防山顺义丰台 海淀石井山等 设计人口至少超过一千一百万人 根据北京商报的整理报道 这已超过全市常住人口两千一百八十八万人的一半 六区常住人口受影响的还包括在别区 但是在这几个区上班的人昌平的重点区域也要求实施居家办公 专家表示现在北京仍在寻找防疫第三条路 除了封城之外几乎其他所有手段都用上了 而病毒专家金冬燕则表示 如果以清零为目标 目前的防疫手段可能已经不敢烫 长荣山则表示 北京本轮疫情并未稳定在日增五十人左右 已出现了缓慢上升的趋势 往后每天新增感染者数量可能会在百人左右 六月清零坦率讲大部分是不可能的 北京的疫情形势仍然很不稳定 而北京大学第一院呼吸和微重症学科主任则表示 北京本轮感染疫情总数不多 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如果维持目前的状况 还是可以接受的 针对此论疫情 一个月来防控措施不断升级 经过多轮核酸检测 社会面散发病例仍未彻底消除 再说几根疫情和经济有关的消息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教授林采怡 表示自己在上海家中时 当天招商银行私人银行部的客户经理打电话给自己 问最近两个月在信用卡用卡方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原来自己五月份的信用卡账单只有人民币十一点四元 导致银行对此关切 而林采怡则表示 说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只是因为自己不是这个代价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整理报道 他回复对方说 我现在被关在家里两个月了 没有什么消费 而对方银行则询问网络也没有消费吗 林采怡则回答表示 线下物流已经停了 现在也没有什么可以网购的 十一点四元 这是购买腾讯音乐的费用 这个不需要物流 现在人流也停了 服务业消费都没有了 他同时有评论说 一个私行客户 每月信用卡账单只有十一点四元 那么多少商户还活得下去呢 这两个月没有在上海待着的人 真的体会不到封城的代价 只要在现在 你能力充满到台湾的内容 对方说 是 你 你 那是我们发誓的 那是我们发誓的 你能做完美的記者 並且成功獲得的 特朗課 而這些廢禮是來盾沒得多不吉利 所以,在这些设计中,在中国看到中国的价格 有很多指導达到中国在一起 但是,这些设计的东西,我们支持全都是我们的做的,但是那些没 没 这些设计 中国的用力,有很多人,有很多人的用力 去抢台湾 so we stand firmly with Japan and with other nations not to let that happen and my expectation is it will not happen it will not be attempted my expectation is a lot of it depends upon just how strongly the world makes clear that that kind of action is going to result in long-term disapprobation by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